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2017年6月19日 口吹已经为大家带来的第721期的讲解 纯粹简单的操作获利方法 中线货币走势分析 进入到今天 我们发觉航行走势 可以说进入到6月中下旬的时候 原有的技术面走势 进入到今天 可以说告一段落 就是航行会被明显的分为两部分 这一部分会是 一部分会是在6月初的基本面引导的行情 一部分就是我们进入到今天开始的技术面引导的行情 那么在这个时间阶段上 航行开始被技术面引导的时候 我们对技术面的分析应该更加的充分 或者说一些长线的交易机会 是需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去把握的 那我们在今天就和各位投资人一起来看一下各个货币在中线和长线走势上的一些变化 它的一些走势的变化 我们在今天不太特别多的去关注到这些货币中间短时间上的走势 而去看一下它是否有一些从长线的交易的机会 和进行一些战略性的布局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讲解的Code 确定金融交易学院是为投资者提供投行级别专业交易策略 指引的金融服务机构 是澳大利亚证券公司集团金融衍生品及外汇基金的操盘者 也是CFA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的认证机构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讲解的是Code确定金融交易学院的院长 是我本人郭海凯文郭 CCTV证券财经频道的特约分析师 那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行情解读当中 还是先从我们的交易内餐开始来看一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货币队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认为欧元队英镑关键可以上下破位形成技术面的走势 破位后抵单建立是一个日内交易的机会 那美元队加币了底部碳水干 注意交易执行的顺序 是先执行1.3200再执行1.3270 这个顺序不能够做反 有些投资人会把这个顺序的做成先执行1.3270 那么等到行情再回到1.3200的时候 其实就有相当大的浮动亏损 使得交易当中的这个单就陷入到一个并不特别理想的境地当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实际当中美加的走势 这是美元队加币 我们也把美元队加币的它的日线图调出来 这是美元队加币的日线图 那在美元队加币的日线图当中 我们会发觉在中间在这种整体偏多行情的过程当中 在关键的点位上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来看这个结构 有些行情出现的结构会在交易当中反复出现 那这些结构在交易当中 如果你能够敏锐的把握住的话 其实是有着非常多的交易的机会 碳水干就是其中的一种 碳水干就是其中的一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美加的日线图 它怎样出现一个碳水干的 我们把这个行情也调出来 就是把下方的这个实际执行的价位也给大家调出来 方便大家能够进行一些模仿 这是我们把交易的币种 美元队加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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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目前持仓的单有几个单 当然顶部还有一张空单 这是很早以前建立的美加的空单 我觉得当然这个空单随着行情的一步一步建立了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美加的空单是并不合适于特别长期的再去持有美加的这张空单了 而且实际上的话可以去减仓美加的空单 那么在日线图当中 美元队加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这张图上去标注一些关键的点备 那当我们去研究日线图的时候 一些划线的方法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 行情中有这种上行的趋势线 我们把它变得稍微细小一些 表示说这是美加的上行的趋势线 那上行的趋势线如果将它做一个平移的话 将会形成上行的 我们把它叫做上行的趋势线 演变成了上行的通道 那你注意这个通道是怎么来的 注意这个通道是怎么来的 先在下边画出围绕低点的 围绕低点的 就是行情是上涨的 趋势线一定是在下方的 你不能把它放在上方 那画出上涨趋势线之后 将它平移到一个高点 注意这两个是水平的通道 那当这个水平通道画出 并且有跌破的时候 我们发觉在五月份的时候 行情实际上是跌破了这个下行的趋势 跌破上行趋势线 形成一个大幅的一个向下走势的行情 那另外在水平方面 在水平运行的方面 每家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 支撑阻力的区域 值得大家关注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前期也已经提及过 1.3200 这个位置是1.3200 我们也把它标注在图表当中 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准确的标注出1.32 这是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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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看到在行情的运行过程当中 包括在这个图形的之前 1.32始终是一个行情特别重要的支撑阻力的关卡价位 之前的1.3 跳空向下 大阳线上涨 1.3 点次行情 再来一次双K反转的上行 那中间在这里的也是构筑底部的一个整理的区域 那在这里没有到 没有你注意在行情的运行过程当中 有很多非常一致性的线形 非常非常一致性的线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碳水干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碳水干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底部形态出现了某种反转状态 底部形态出现了某种反转状态 那我们就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每家来去找一下这个位置 实际上每家你注意这个行情它刚刚开始 它刚刚开始 它今天没跑多远 早盘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做的时候做1.32 可以的 那现在有30多点盈利 这是今天早晨做的 这是今天 这是最后这张单 就是我现在标蓝色的这个是今天早晨做的 6月19号刚刚进入 我们把这张图截一下 其实每家是蛮有意思的 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这张图 我觉得行情在运行的时候会反复出现一些有指引现行的 有指引作用的一些图形 美元对加币的日线图 你注意在 这些碳水杆或者说这些点次行情 它特别容易在这些极限位置上出现 首先我们先看到在这里这个位置上的极限位置 为什么把它叫做极限位置呢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是重要的支撑阻力位 但是支撑阻力和极限位置本质上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你切勿啊切不要把说把支撑阻力就理解成我们现在的极限位置 那我们在现在讲的这些极限位置 往往和支撑阻力还有一些区别 它在这些位置上特别容易出现反转的状况 特别容易出现反转的状况 在这里也是啊 我们来把这些出现反转的结构来标注出来 你注意在行情运行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 一些特别的指引性的内容 帮助你能够交易到好机会 碳水干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交易的思路 那碳水干 跳空行情是特别多人容易做错的 非常多的人认为跳空就补空 补空再往下做 那今天也有跳空啊 今天在这儿是不是也有一个跳空行情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在这儿也有一个跳空行情 这是收盘价 这是开盘价 有一个小小的跳空 补空之后 它不是往下走的 而是往上走的 所以跳空行情要注意分件 这个跳空行情到底是朝上跳 朝下跳在高位还是在低位 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比例 那跳空行情我们在之前去 之前谈论过 底部出现下降行情的末端 出现向下的跳空行情 往往是一些后知后觉的教育者做出来 你比较一下啊 你比较两种行情 有一种行情是下降行情当中的往上跳空 一种行情是下降行情当中的往下跳空 你看在这儿 是不是也有一个向下行情当中的向下跳空 我们在这儿把它标注一下啊 那这个不是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的变得稍小一些 因为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一个重点啊 这是向下行情当中的向下跳空 下跌中的向下跳空 但是你了解了这种这种这种跳空的结构啊 往往在教育当中会具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作用 今天也是这样 那碳水干就更容易了 那识别碳水干啊 你要注意在教育当中 有些碳水干不是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一眼看上去就像碳水干 那像这些 这些这一类型的反转行情啊 这一类型的反转行情都具备一个特征 底部区域出现反转的讯号啊 那么围绕这些反转讯号 往往会走出一些啊 一些波段型的行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建立了 每家的多头 那另一个多头位置 我觉得第一单建立在1.3200 第二单呢 可以建立在1.33或者1.3270的位置 两个位置 有投资人就问我说 Kamon老师 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去讲解啊 这个交易 你直接告诉我在1.3200去做多 或者1.3270去做多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还要花这些心思去讲解他的这种操作的方法 原因就在于 我们很多时候讲解了大家都不能够跟随我的思路 不讲解的时候 你会完全跟不上这个思路的节奏 你会做不好这个单 所以说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懂了啊 懂了这个交易的思路的思考的方式 那你交易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如果你不懂这种思考的方式 你跟不上这个交易单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布局一下美元对加币的 布局美元对加币的日线图 所以我觉得美元对加币 可以逐渐在这个位置上去布局它多单 那止损的位置 我觉得止损的位置守在这个长引线下方就可以 守在长引线下方就可以 那另一单的加码的位置可以放置在 加码位置 1.3280左右的位置 把它放在1.3280的位置 或者1.33之上 这些位置都是可行的 这些都是可行的加码位置 或者做一个这种底部的3K反转确认 也是可以 做一个底部的3K反转确认 也是可以 大约的位置就在 就给予 给予两个单之间的 有大约80到100点之间的空间 做出一个80到100点空间 差不多 所以这是两单 止损位置放在下方 这个单做上去 我觉得真的如果走出来的话 会有相当长的一段的距离 上边我们看到 如果重回上行通道的话 会至少接触到我们的这个空单的 原来做空单的位置 1.3570的位置 距离现在大约300点 如果再往上走 走到和上方位置水平平起的话 1.38的话 那就会有大约500点的行情 我们看一下这个行情 如何运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图呢 还是 还是这个走势呢 还是走得比较清楚的 另外在这张图当中 我也建议各位投资人 初学者不加码 我们初期的交易者 就建立一单的头寸就可以了 不需要在中间的 再去做加码的动作 我把这张图呢 发送给 那如果美加这个行情走出来之后 那加币显然会在这一段时间上 成为一个相对比较明星的 相对比较明星的货币 我们也把这张图呢 保存一下 保存模板 保存为加币的模板 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对美加的看法呢 是相对偏多的 认为这个底部区域 有可能在这个位上建立 但是这种筑底 是一个非常 非常左侧的筑底 行情还没有没有形成一个 还没有形成一个 有效的底部 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底部 看一下 随着行情逐渐确认 这个底部会愈加明显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货币的走势 那欧元的日线图 同样我们把欧元的图形调出来 这是欧元 把欧元的图形调出来之后呢 我们发觉目前呢 欧元的图形已经进入到了 六月份 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份 那么这个呢 变成了 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感觉进入到六月份之后 欧元在顶部区域上啊 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整档行情 这个整档行情使得欧元 它上升的力度啊 可以说是有了明显的缓解 甚至说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 去铸造某种顶部的形态 至少我们看到在这个图形上 欧元顶部也有一些长 这个长上一线的图形 基本面上 基本面上边 美元的逐渐的强化 使得欧元这种上涨的力量 我觉得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 我们在持仓的中间 目前还有这一些 欧元的单可以说是比较少了 欧元的单也比较少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欧元的 欧澳的单 当然sell 欧澳就是主要是 这是欧澳的空单啊 还有一些欧澳的空单 欧澳的空单 欧邦的单 欧邦也可以 欧邦也是一个可以看一看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单纯的欧元啊 就是在这个顶部的时候 我觉得它并不特别乐观啊 欧元本身并不是特别乐观的一个行情 不排除在这个位置上 去建立一些顶部的区域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就目前看到的状况 美元比较强 欧元在高位震荡 这种上行的通道 那现在如果单就形态上 如果去看待欧元的话 它的走势啊 是在走一个这种 盘整上升的格局 虽然也是高点越高 低点越高的上涨的格局 但是注意到这种上涨的格局 是和原来整体的上行趋势相构建 上涨盘升的格局 上涨盘升的格局 那这些格局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这些行情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像是我们通常技术面分析当中的 蝎形的走势 蝎子的蝎 蝎形的一个走势 这些蝎形是有反转力量的 所以我觉得欧元的布局 我会 日内交易会相对从低往上做 中上线的布局 我觉得它并不乐观 会在高位去空欧元 我觉得欧元这个图形会在高位去空欧元 总之在这一段时间上 我觉得美元还是相对比较强的 相对来说美元是比较强的 高位去空这些非美货币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交易的布局思路 我也把它保存一下 所以我们建立的 如果去谈及欧元的话 我觉得欧元的整体上的走势并不太乐观 还是往下去偏空的 我们来看一下日内的图形 日内我们认为 这和其实和日内的短线单的思路 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性 欧元对美元进入了知足互换的1120的区域 周军线和周书轴在这里压制 形成的形态和基本面分析 我都认为欧元并不特别乐观 所以在 在这个图形当中的时候 在这个图形运行当中的时候 我觉得 最近时间 最近一段时间 除非它破位 否则我对欧元的看法 还是逢高去做空欧元 那么本周数据相对较少 美元也比较清淡 那么欧元 美联储加起走出过山车行情 汉景 但是要注意 汉景 那欧元刷新低点 在并没有触及1.13 经过调整 今天的欧元 还是不是那么太乐观 涨上来看空 盘整区间当中 寻找盘整当中的高空 加破空的点 汇价无法穿越 后者我们将保持偏空思路 下方看到1160跌破后 看到1.1 我觉得在交易当中 这个行情看向哪里 行情看向哪里 其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说 将来行情会走到哪里 你还记得不 我们在之前去解盘的时候 当欧元的行情出现在1.03的时候 就是今年早期在出现的12月份 1.03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投行都说 欧元将会朝向1 朝向1去运行 就是欧元对美元朝向1 那这是看空 并且认为它会到哪 会到那个地方 但是大多数情况 你注意其实行情 不太会到 不太会走出那些 非常离奇的行情 去走很远 所以我觉得 你对行情的运行 应该是随着它逐渐的运行 随着行情逐渐的运行 去找到它的目标位 而不是这种盲目的去猜测 它会走到哪里 随着它的运行 去逐渐找到它的目标位 而非猜测其目标位 我觉得欧元还是不太乐观 另外1.13的这个位置 显然在这张图上 显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卡价位 那我们看到有关于1.13的这个位置 其实在最近的很长时间上 都在阻挡着行情的上行 就是在这个区域的很长时间上 都会阻挡行情上行 包括去年8月份 那今年10 这个在今年的2,3月份 包括在今年的 就是16年的6月份 大选行情 所有的行情 1.13是一个关卡价位 1.13是一个欧元的关卡价位 那在这个关卡价位之前 没有破位之前 我们有可能认为 这个地方的阻力呢 仍然存在 这是大关卡 变成周线图 你也会看到 好 我刚才的这种分析的方法 这种分析完记录 分析完保存模板的记录方法 会带着你 会把这个行情的一步一步看下来 你注意就像是我们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2012年 这个模板是从 这个模板已经用了几年了 用了至少5年的一个模板 从2012年就开始用这个模板 不断的把这些图形的 去标注在图上去 不断的标 不断的标 那形成了这个模板 那我们目前来说 这个行情的将会触及到 重要的主力关卡的价位 我们在这里也把它标注上 它是1.13 1.13 所以这次行情 这次行情 假如说它再跑到1.13 再跑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那这些位置其实是一些交易的好点 往下交易的好点 止损 止损较小 运行的空间较大 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去 执行一个交易单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Cell Limit 我觉得1.1280吧 或者有些喜欢吉祥数 1.12888的位置 在这个高位上去空一些 那止损的位置我们给予 大约50点止损 5888的话60 我70点止损 止损只在上方 在这个极限位置上空 看看能不能点到这个位置上 担心点不到的投资人 就是你有几种方法 因为它上到高点来做空 或者在5888的位置上 我们刚才说的是888的位置 你也可以在5888的位置上 给它让30点 但是让这30点 如果在5888位置上做空的话 你止损还是在上方的5888的位置上做空 你的止损就稍大一些 止损就变成了大约100点的一个 这个100点的一个止损 看一下这个行情 不然怎样 我觉得日内看空还是比较合理 甚至不排除我们限价就空下去 不排除这样的一个限价去空下去的事 这是欧元对美元的日线图 上边重要主力关卡 那我们在这里呢 还给大家标注一个这个588的位置 大约在这儿 大约是在这些位置上 进入到引线的内部的时候 都是在交易当中 可以逢高去做空的这些好位置 欧元基本面不乐观 欧元处在一个高位 所以这是我们对欧元的看法 英镑现在在反弹 英镑行情的在反弹 我们英镑的现在图形上也看得比较清楚 累积持有了 累积持有了大约 五个英镑的空单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图形 这个有意思图形在这里 在这里 当时我们预期 行情会进入到这个区域形成反转结构 当天 这是一个重要的行情 就是当天发生重要事件 随着行情的进一步上涨 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阻挡住 我觉得英镑目前所处的这种整档的行情 就是大阴线覆盖下的这种宽幅整档的行情 方向性的还是下跌回调的一个方向性 不排除它有这种深度的回调 不排除有这种深度回调 如果深度回调的话 我们就先离场 先把这个行情了结离场 澳币这个位置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位置 这是澳币的图形 那澳币目前所处的位置里 也是比较接近到关键的关卡价位 那首先看到它现在就技术面上而言 已经持平了我们看到的在4月份的高点 澳币在很长一段时间上 它运行的低点1.73 那高点了1.7720 在之前的时候1.7720的这些位置上 我们做过很多次的交易 就是这是1.7720 如果我们把它缩小一下 你会看到1.7720的这个数字 在相当长的时间上 影响了这个行情的走势 相当相当长的时候 影响了这个行情的走势 我们把它变成微软眼 把黑的这个字体变成一样的字体 1.7720 所以这次行情到底是受到这个小关卡的阻挡 0.76阻挡不上去 还是再往上走到1.7720 这是两难选择 但是有一点请注意 我们现在不再去布局澳币的多单了 不再去做澳币的长线多单了 那些与澳币多单相关的 欧元对澳币 英镑对澳币的这些空单 陆陆续续可以差不多离场 陆续差不多离场 因为这个行情再往上走 会遇到重重阻力 还有一百点 这个行情上去还有 最多还有一百点 就会碰到一个非常巨大的 0.7720的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做过很多单 像这样的空头行情 这是这些都是做到的 这些空头行情都是交易到的空头行情 所以在这些时候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时候 也还是有它的 就是它的多单是有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变得越来越 越来越小了 这机会变得越来越小 多单的机会变得少了 所以澳币暂时脱离明星货币 澳币不再是我们要的明星货币 它和纽币不一样 澳币的多单 没有特别多的空间 空单往下的 还没有呈现出反转的状况 类似在这个位置上 有些投资人可能会看到 说类似在这个位置上 出现一些连续探顶而不过 连续探顶而不过 就是出现一个阻挡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地方交易也还可以了 这个位置的交易 我觉得也还可以了 做一些高空的这些空单 当然这显然是显然是逆势的 这个单 这些这个位置上的交易显然 显然是逆势的交易 观测一下 在这个位置上再观测一下这个图形 这是我们看到的澳币 好 其他直盘货币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给大家的一些交易建议 它产生的这些图形 那么美加刚才讲过了 黄金的空头 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认为 黄金空头出现第二波交易的 出现第二波交易的行情 仍然是一个高空的一个走势 一个高空的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运行图形 黄金在整体的仓位上的现在是一个 显然是一个以空为主的一个图形 仍然在朝下运行 黄金还在往下运行 底部的多单几乎会快已经会了结了 获利越来越少 行情在今天的时候再次去下落到 1251 这是支阻互换为止 在周五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 如果能够跑到1260的时候 去空它 实际行情没有走那么高 实际行情最高走到1257的位置 不过你注意在行情运行的时候 有些这些有意思的图形 这些连续两次点上不过 长均线点而不过的时候 也都是一些交易的机会 一些日内的交易机会也会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它变到 变到这个图形当中 这是四小时图 包括如果进入到半小时图当中的 这些结构当回到 回到云 回到这是我们反复去测试 回到这个里边做空 回到里边做空 回到里边做空 那还是一个中线去空黄金的一个 空黄金的结构 也是非常漂亮 一个整体 偏空的一个结构 黄金的空头 还在运行当中 运行到哪里呢 现在 1250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卡价位 500点关卡的关卡价位 持平前期低点 持平前期低点 我们注意到这个位置 显示出1.0 表示和这个5月份 形成的最低点 现在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黄金在这个位置上 可能会受到一些支撑 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支撑 所以我们在中间呢 把黄金的这些空单 可以再减少一些 就是我个人觉得 黄金空头走势并没有完结 只是在这个位置上 去了结一些黄金的空单呢 可以使得我们在交易当中 规避掉这次反弹行情 我觉得可能会在1250的位置上 会有一些比较强的反弹 那我们现在再看这里 有6月9号的这个黄金的空单 有1.5首 我们再把它减掉0.5首 锁定了大约1500左右的 15600的一个 锁定了银利啊 那中间黄金的空单陆续 还有三首空单 黄金空单还有三首空单 那我们再保留一下这三首空单 不排除这个行情反弹之后了 我们再次去空谈 还是在上周去谈级的位置 1260左右 看看能不能反弹上来去 因为眼界是一个重要支撑位 一些业余投资者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 产生一些做多的力量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行情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 再看一下美日 美人队日币走势也算是在这里边算是比较复杂的走势 之前我们认为美人队日币应该是大型阴线 然后回到内部是向下走 那没想到这个美人队日币竟然还跑上来了 也是蛮离奇的一个 就是走势力还是比较诡异的 就大型阴线下跌 被碎小的线形反转向上 美人又重拾了一个 重新回到了一个比较强的位置上 这也是比较诡异的一个事件 我们觉得每日影响每日的 就是探究它的原因的时候 似乎找不到一个特别合理的原因 说它大阴线往下 因为这是数据行情 大阴线往下 反转反转又反转上去 所以美人队日币暂时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交易货币 所以我觉得美人队日币暂时不是那么太好的交易货币 相比而言 欧元的空单可能会更好一些 欧元空单现在下跌回到内部 我觉得欧元的空单可能会更好一些 交易的空单 似乎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看一下 这个单的止损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我们入场的时间比较早的话 可能它的止损能会比较大一些 止损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初期如果在做日内止损的话 也可以把它放在40点左右 91的话会放在3540点左右 现在正好是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位置 比较复杂的一个欧元的位置 围绕着1.12的位置上去做空欧元的一个位置 仓位选择上我们刚才用了三 是一个比较大的仓位选择 我建议各位投资人去选择欧元的时候 可能你们不需要去用这样大的杠杆去做它 选一个合适的就可以 当然每次想到这还是要谈急 那这些喊单呢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状况 来去进行一个权衡和取舍 因为个人的交易的账户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交易的水准和处理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很多投资人可能进入到今天的时候 还没有完整的去学习过任何一个交易系统 甚至连K线都没有去真正学习到的时候 那这些交易这些交易的可能会 并不能够直接的去处置 所以大家在注意交易的时候 还是要有一些注意度在里面的 防止一些 防止一些一些特别行情造成的 一些水击的波动 带来交易照顾大额的这种资金变动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每家每日基本上也去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时候 明天的时候我们在明天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去继续去看 剩下几个货币 纽币还没有看 美日还没有看 美瑞还没有看 英镑也没有想解 明天的时候再和大家去讲这几个单 那美瑞我觉得正恩性结构是相对偏多的 美瑞的多单和欧美的空单只执行其一 或者各自减半 不要两个单去都去持有这个交易 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体的行情 我觉得进入到最近几天的时候 使用这些交易系统 使用顺势型的交易系统 去做这种拉回的交易的 应该是一些比较好的交易机会 所以最近几天 你甚至可以不太去关注其他的消息 就做一些日内的交易 15分钟图上日内的交易 应该交易的绩效就不错 另外在本周六的时候 会有我们的最近一段时间上的初级班 就是强化班和大家进行 比较适合出入市场的爱好者 比较适合长期稳定亏损的交易者 前几天我们在中国去见到了一些投资人 这些投资人他们的交易质量 交易的时间长度其实是非常长 很多年限的交易 但是交易的质量是非常的糟糕 甚至就是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到 这个交易的真谛 所以我觉得强化一级 并不只适合初学者 一些上了五个一年级的一些投资人 甚至有这些错误交易思想的这些投资人 也应该去参与到当中来 去真正建立一个正确的思考和分析的方法和手段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进行一些答疑解惑 有问题的投资人可以在这时候和我去提问 扫描二维码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下面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的扫描二维码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得到第一手的金融培训的资讯 有问题的同学了可以在各自的群当中向我提问 2,3,3,4,3,4,3,1,1,1描 好 有同學問到紐幣 有同學問到紐幣 我們來看一下紐幣的狀況 紐幣還是相對偏多的一個 我覺得紐幣還是一個 多頭運行當中的一個走勢 上漲回調 回到這個交易的位置 這些位置也非常好 這是終極般飛龍在天的圖 上漲回來再上漲 就像是上漲回來 再上漲一樣 現在再走第二波行情 所以我覺得紐幣的現在 還是一個偏多的行情 那也有投資人問到 澳幣對紐幣 澳幣對紐幣的圖形 並不太樂觀 澳紐的圖形並不太樂觀 那我們也持有著澳紐的一個 兩個兩手的一個多單的澳紐的行情 那我覺得如果它下破到大陰線之下的話 那我覺得會在這個位上止損 那就目前而言 暫時還做觀測 假設它下破就止損 這個行情感覺不是那麼太樂觀的 這個澳紐的行情 澳幣的漲幅有些弱 紐幣反而形成一個比較大的一個上漲的行情 這是這兩個貨幣的特點 那我們剛才說過澳幣走的比較弱 紐幣上漲的空間可是還不少 整體上紐幣可能還有一段上漲的空間 澳幣小一些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投資交易了澳紐 澳幣對紐幣可以再觀測一下 再觀測一下如果下破下去的時候就去止損它 那我們原來澳紐的單也在這個位置 這是澳紐的日線圖的止損位置 大約下邊還有這麼五十多點 上漲回來 這是澳紐的單 所以澳紐可以再去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有同學問到澳紐的單 我覺得止損還在底位 它並沒有出現特別多的變化 還就按照原來的這個思路去執行它 我看到大家問澳紐的同學的是比較多的 問澳紐 因為出現了一些浮動的虧損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陽線拉回再上漲再拉回 這個結構還在 並沒有破壞它的交易的這個結構和節奏感 守住下方的止損去讓它再運行一段時間 有詞紐質問問到美加您的平倉點位是多少 運動美加的平倉點位 我覺得美加這個行情它的變數 在交易當中變數是比較多的 交易美加也是複雜度比較多 重要的是倉位的控管 我剛才在我們的解盤課程當中 已經詳細說了美加是如何佈局的 它的將來的目標位置是在哪裡 這個沒有聽到的同學 可以明天再重新去翻看一下錄像 去找到這個位置 有頭上說澳美的下午走勢比較有意思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澳美下午走勢是有什麼意思 下跌之後又回調走的比較有意思 也不太清楚 我覺得澳美也確實也有意思下跌回調 但是說它有意思 我還沒有看出這個意思是幾個意思 看一下紐幣 紐幣在中間 紐幣也其實也有些意思 真的是紐幣也有些意思 前邊的這些主力位置也越來越接近 陸陸續續紐幣的這些交易單 也可能會需要做一些減倉的動作 不排除紐幣去走這樣的行情 這是紐幣的周線圖 不排除紐幣走出 這是我們把它變得稍微粗大一些 不排除紐幣走出這樣的行情 就是上漲通道型整理然後破位 上漲通道型整理然後破位 這是在周線圖上 紐幣的這種結構是一個極形結構 上漲回調在中間盤整 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這種 就是比較好的一個上漲結構 只是我們做的結構沒有那麼大 它不是不上漲 只是我們做的結構沒那麼大 這是周線圖一根一周的 所以下次再出現這種低位的時候 我們做上去是可以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它過水平的 過水平的這些主力位的時候 就是當行情佔到0.74的時候 就再往上再走100點 這個行情打開運行空間的時候 反而是可以有這種新的一波的上漲 紐幣其實這個幣種有時候會漲到很高的位置上 最高的時候你看到這位置上有0.88的 現在才0.72 那有可能走出上漲盤整再上漲的行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這樣的一個圖形 紐幣 只是在目前狀況下不太適合 就是在我們現在的這個時間節奏上不太去合適去交易 有朋友問到歐棒 歐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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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個簡單一些的圖 歐棒呢 用一個簡單線圖 這是歐棒的日線圖 歐棒的這個圖形呢 我覺得 現在剛剛損一兩頻 現在剛剛損一兩頻 所以我覺得歐棒這個圖 正好是0 所以大家跟著一起入場 也正好是個可以的一個入場點 也沒有走特別多遠 我覺得歐棒有可能在這個位上出現一些反轉的行情 就是 就是技術面上可能會再走一波 下跌回調再下跌的一個行情 可能再走一波 那我個人是持有著 持有它的空單的 那當然也有可能這種持倉的狀況 會影響到我的思維 也有可能的 持倉狀況影響到這個交易者的思維 不過眼見就是在日線圖上 0.88的這個位置的是歐棒的一個重要的主力關卡 0.88的位置是歐棒重要主力關卡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位置上 有可能受到這個行情的阻擋而下行 有可能受到這個行情的阻擋而下行 有可能這個位置上 阻擋而下行 有頭正問到說怎麼去聽我們的課程 怎麼去聽課程呢 既然已經開始聽了 怎麼還會問怎麼聽課程 今天我們有一個同學就問我 問我問妮蔻說 呃妮蔻啊 為什麼我可以聽你的課程呢 為什麼我可以收到你的鏈接 可以聽你的課程呢 妮蔻跟她說 因為你付費了 呃 有些同學可有意思 掃描二維碼啊 然後跟我們取得聯繫 然後就可以聽課程 呃 所以 呃 這是 我們的 想掃描的二維碼 我看一下其他 其他同學 還有問題嗎 啊 啊 大致這幾天的走勢呢 還是偏 呃 偏重於技術面走勢的啊 依據這些技術面走勢的方式和方法來交易 我們來看一下 呃 呃 遠程商片同學的問題 啊 有投資人啊 這個 朱大姐 問到說 老師我有黃金一二八一的多單和一三七九的多單 黃金 我有黃金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不大理解啊 我為什麼黃金的報價是 呃 二八一 然後是三七九的多單 那這是什麼一種報價的方式呢 那我需要這位同學重新給我澄清一下你的報價方式啊 嗯 嗯 嗯 朱小菲問到說澳紐的單啊 我覺得澳紐的單呢 繼續去 保留他的持倉 即可以啊 澳紐的單我們 剛才說過啊 就是他有些浮動的虧損啊 澳紐單是現在 有一些浮動虧損 嗯 這是澳紐啊 大約啊 做了兩手的話 會有四百七十九啊 就是五百的一個浮動虧損啊 繼續持倉就可以了 有特別的變化 因為他思路並沒有變的 就是原來的止损位置還在這兒 大型陽線上漲 碳底針 碳底針大陽線 回跳到這個大陽線內部 也是有可能的 朱大姐 你要重新跟我報一下你的黃金的價格 281.6的黃金多單和 379.89的黃金 啥點位還可以加倉 你問住我了啊 我還不清楚你的報價 所以把這個報價報準確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各個行情的走勢狀況 有投資人說很準啊 很準是很準 好 其他同學還有問題嗎 北京的郭超同學問到說 老師您界定品種日內交易 波段交易還是中長線交易的原則是什麼 我覺得郭超您已經參加了這個終極的課程 我覺得在那個上面會有一個滿意的答案 其實單純來講日內交易 如果我們說日內交易的話 他交易的時間比較短 看15分鐘圖 在15分鐘圖上交易 看15分鐘圖 然後當天了結的 那相對來說就是日內交易 那如果是波段交易的話呢 他大約是看四小時圖的 持長時間幾天 或者一周一周半 是一個波段 那中長線交易有時候會持長很長時間 中長線交易有時候會持長挺長時間的 張同學問到說澳幣的下一個主力位在哪裡 我覺得澳幣下一個主力位上方的7650的這些位置是主力位 另外還有重要的主力位置會出現在7720的位置 這是澳幣的重要的主力位 上面有兩個主力位 一個7650 一個7720的位置 這是澳幣的兩個重要的位置 好整體上我們覺得 進入到今天的時候這個行情呢 還是比較理想的一個圖形 還是比較理想的一個圖形 按照技術面的走勢去做它吧 Instant問到說 美元基本面強 過段時間會強於紐幣 或者澳幣嗎 我在我們的群當中回答 情況也是變化的 就是 就是有同學問到說 基本面 美元強 然後現在澳幣和紐幣還在漲 那之後會有變化嗎 我覺得之後會有變化的 隨著這個行情的運行 它不會強者很強 不會說一直漲上去的 漲到一定位置上 接近主力的時候 就會有新的做空的力量產生的 這也是我們看到說 這個澳幣會接近到它的主力去 澳幣已經非常接近到它的主力去 澳幣已經非常接近到它的主力去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就帶大家走到這裡 明天的時候我們繼續 最近的時候 交易的狀況也都不錯 跟著我一起來 把這個行情的落實下去 做到交易當中 明天看一下 歐元會不會走出一些比較大的行情 來看一下加幣會不會走出一些 比較大的行情出現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解就到這裡 朋友們再見 我們看來看 可以看到有一個角度 比較見的 發往上還會 還會停止 拍攝 有兩條 有兩條